这个下版本是真的离谱 首先这个新英雄诶阿唐 因为这个体验服排位没有人 都去玩中级摸点了 中级摸点里又没有他 所以说的话 目前我还没有素材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英雄的话 素质给的可以 就这个机动性不行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他的W点满之后 可以无限放 并且能触发海妖 当然也能叠征服者 你想兑线对吧 伤害高一点 那就海妖 如果是打传的话 征服者收益更高 因为这个排位没有人 我总不能打人机 对吧 当素材吧 所以今天晚上体验服务 水友赛打中级摸点的时候 对吧 打完之后可以抽空打一把排位 我选个恶压他试一试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英雄 属于那种不是非常的强 但也不弱的英雄 然后重点重点说这个装备 首先就是这个出了一个 坦克打野的出门装 像木木 泰坦 下个版本的话 直接出这个就可以了 合成路线是可以合两个的 并且这两个着烧不冲突 因为新装备 这个赤光之冠 普攻和技能 能造成额外的伤害 然后每秒的话 是造成最大生命值的伤害 还有这个绿豆棚 它的这个回血的效果 因为受这个重伤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装备的话 不是非常的强 但是也不弱 然后最离谱的就这个 永生花的双生守护 这个装备是真几八离谱 也确实贵 三千两百块钱 但是这个被动是真的猛 叠满之后增加30%的双抗 这30%不是额外的 是总体的 非常的肉 真的正式服务 我感觉这个装备应该得改 你不能就这样放出来 不然的话 太无脑了吧 你不能无脑去抬这些坦克英雄 像很多人说坦克它扛不住 其实不是坦克扛不住 是C位经济起得快 知道吗 比你经济高 领先你一个大剑 所以说你感觉自己很脆 就是正常的坦克 同经济下 AD打不动你可以 如果说AD领先你一个大剑 甚至一个半 他还是打不动你 那只能说明坦克有点畸形了 这个装备就是这样的 像卢仙这种一行 就算你三件套做出穿甲了 你还是打不动 真的体验服这个装备得肉 甚至我建议啊 这个战士 重装战士也可以出一下 反正我用于截的话 就是经济领先的情况下 一套技能穿插平衡和被动 一套技能是完全打不死 出这个装备的战士 坦克的话更不用说了 完全没法打 所以下班们啊 这个AD啊 是对吧 被砍了一刀 刺客的话也算 然后法师的话 也算挨了一刀 这个自然之力也改了 自然之力的被动啊 改成了不将魔抗了 但是叠满之后 减少所受10%的魔法伤害 可以说就是全面提升 这个坦克和重装战士的地位 所以说下班们啊 拿金克斯这类AD举例啊 走位再好 操作拉满 领先一个大剑 并不妨碍 唐克扛着你伤害 把你杀了 而且是被慢慢的烫死 知道吗 因为新出的这个 吃羊之冠和日盐不冲突 两个装备一起烫 而且你还打不动 而且你还跑不了 因为他们 这个新装备啊 这个叠满被动之后 有这个阵性 知道吗 你的辅助都控不住 所以说下个班们 我建议啊 尽量玩那些特效流的 或者是像WIN这种有真伤的 至于颅先啊 改成特效流就可以了 像磨切黑切 直接塞尔达 把这个穿甲拉满 当然了 这个暴击流的AD 也可以玩 不是说退环境 只是比原来更难了 以前同经济的情况下 你只要有穿甲 就打得动坦克 现在同经济啊 即便你有穿甲 也打不动坦克 除非你领先很多 领先对面一个大剑 这样才打得动 如果说你领先一个大剑 你不做穿甲 你去做银血 对吧 保证自己的细血 那你就打不动 所以说下班们 就是暴击流的AD 尽量第三件 做暴穿 不要就是 对吧 就是觉得我优势很大 我第三件先出细血 第四件再出 很有可能 你出第三件的时候 对面坦克 已经憋出这件装备了 这样的话 你三件套 完全打不动 所以啊 不要为了细细血 而忽视了这个穿甲 当然 所以一些个人的理解 我感觉就是这个设计师 想把这个门槛 再降低一点 知道吗 因为说实话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实力比较强的 能自己乱c的 谁玩坦克呀 对吧 那既然设计师这么改 那说明他是想让 玩坦克的玩家 知道吗 去上分 提升这个下限 他不希望就是 对吧 像一些就是操作 可能不如别人的玩家 对吧 喜欢玩坦克 但是因为这个 本身的实力 他打不出优势来 因为他用坦克英雄 打不出优势呀 所以说被对面经济碾压 然后就被对面ADC 对吧 起飞的AD 砍瓜切菜 他觉得很没有优势体验 我一个坦克 为什么这么脆 很简单 没有经济 当然脆了 就现在这个版本 同经济下 坦克其实并不脆 只是因为对面AD 前期对线打出优势之后 对吧 你挡不住他 所以设计师这么改 就是希望下个版本 坦克玩家 即便现场队友 给他养个大爹 他也能扛住 但是我在体验服歪了之后 我感觉 前两件新装备还可以 就是这个双生守护太肉了 实在是太肉了 不应该 你总不能让一个 玩AD的 经济领先 然后也会操作 他还是打不动 这就不应该了 对吧 你要说没操作 被坦克控到死 也就罢了吧 对吧 操作拉满 对吧 然后经济也领先 你要打半天 打不动坦克 你知道AD玩家怎么玩 首先我不是玩AD的 我只是觉得 这个版本对AD很不友好 虽然说刺客的话 也是不友好 但最起码刺客灵活 知道吗 可以去带线偷塔干嘛的 像坦克的话 一般很难管得住 这些刺客 跟这些带线的战士 最难受的就是AD了 ADC只要一逆风 他没法去带线 正面打不过 不能打 带线又带不了 然后经济就会低 经济低了 纯刮沙 知道吗 你像刺客 最起码能去担带 还有像青刚影的这种战士 都可以带线 然后通过这个兵线 拉高经济 经济领先之后 再回来打团 知道吗 下版本的AD 比如说你AD玩的是卢仙 对面一个木模 一个泰坦 就这两个英雄 选出来之后 你对线打出优势还不行 你得碾牙 知道吗 把对面ADC杀穿 装备领先一个大剑 这样的话 前面的团战 你说不定打得动这俩 如果说 你只是小优 只是对线的时候 对吧 把对面AD和辅助 杀了一次 两个人头 就这种微小的优势 打不动坦克的 至于金克斯 就更完蛋 这个英雄前期本来就弱 对吧 就算你发育起来了 就现在这个坦克的坦度 你让金克斯拿什么胆 所以下版本的话 AD玩家先忍一下 下个版本 确实难打 不过忍一下 等坦克版本过去了 就好受了 反正有这个 终极磨点 这个AD玩家的话 先玩终极磨点 等着吧 等这个版本过去之后 说不定 坦克版本过于变态 然后设计师的话 对吧 出一件 AD适合打坦克的装备 说不定 AD就起飞了 AD版本就到来了 所以说 这是坏事 但也是一件好事 对吧 坦克版本的到来 说明AD快加强了 所以说放心 对吧 不要生气 下个版本 也就一两个月 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光 你的版本就要来了 现在的话 对吧 我玩了一下午的这个 终极磨点 我感觉的话 杰配这个维古斯大招 挺好用的 还有那个万豪加石头人 最离谱的是这个 剑胜和奥拉夫 剑胜配奥拉夫的大招 你们要是想现在玩的话 去那个体验服 没有体验服资格的 你去那个掌上英雄联盟 对吧 现在的话 掌盟那个资格申请开放了 去申请一下 申请了之后呢 可以直接下载 或者是去我的群里 群文件里有这个体验服的安装包 直接按就可以了 然后今晚直播的话 咱们打这个中继摩点出油赛 当然奖金的话是没了 经费已经被我花光了